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轻松愉快的很呢 那么孔老夫子又是用什么样的眼光 回望学生呢 孔子说 后生可畏 焉之来者之不如今也 孔子这么说 并不是怕年轻人 而是认为年轻人是值得栽培 值得重视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孔门四科十则 来看看孔子身边到底有哪些young men吧 《论语先经》篇说 这一则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想当年孔子周游列国 没有马萨拉底 没有加嘎 玉龙 连优拜都没有 将近七十岁的老先生回国了 望着一片黄澄澄的大地 夕阳写照 他心中满满是悲怅和思念 孔子开始可汗大点兵了 半学四十多年 想起了他三千弟子当中 精通六亿的七十二位弟子里头的 精英中的精英 这十位 他们各有天赋 各有才情 各有个性 也各有专长 合起来就是能发挥大用的超人特工队 可这一路走来啊 这些弟子都不在眼前了 多情的孔子想念他的宝贝学生啊 原来孔子55岁的时候 带领义干学生离开舒适圈 开始了人生的壮游 这一离开鲁国家乡 就是漫长的十四年 他们周游列国 有时候孔子像个政治大明星 他们师生受到高规格的款待 更多的时候 他的处境根本就处处风险 偶尔还向过节老鼠人人喊打 只因为人家都怕 他们这群优秀的师生跨国而来 抢了自己的饭碗 到了宋国的时候 他们被当地的士兵和百姓围住了整整五天 好不容易脱困 又因为得罪的小人司马还腿 而不得不用一荣术便装潜逃 在正国的时候 他们师生走散了 孔子一个人站在东城门下 被人形容活脱脱 根本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接着孔子到成国和蔡国 他在两国边境 创办了孔夫子驻马殿教学基地 两国的当权派害怕孔子被楚国重用 于是围困孔子 让他没办法到楚国去 围困中多日缺水缺粮 许多弟子饿得都站不起来了 他竟然还给大家讲学 甚至苦中作乐又弹琴又唱歌的 所以后来贤歌不错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 礼乐教化持续不断 德性是品格人格之美 是孔老夫子最在乎的 当然列为四颗之首 而三千弟子当中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模范生 颜回 颜回小孔子 三十岁 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二十一次 孔子多次夸奖他赞美他 不迁怒不二过 又说 闲在回也 一单寺一瓢饮 再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意思是 他连一只碗都没有 吃的是用竹篓 直接成了一个饭团 随手一瓢山泉水 没煮开就喝了 住的还是破破烂烂的违章建筑 他穷 可是怎么可以穷得这么开心啊 我突然想起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来消遣颜回 他说 颜回单似嫖饮 帮老天爷节省粮食 可老天爷从来没有因此而更爱他 他还是一样短命 那么假使颜回多吃点多喝点 触怒了老天爷 肯定更活不过二十九岁 文章的后头 苏东坡还说 如果老天爷把江阳大道道职 两天打家结社的战利品送给颜回 那绝对够颜回足足吃上七十年 只是恐怕颜回还是会完全拒绝 你读出来了吗 苏东坡表面打去颜回咬折 其实却是在讽刺 造物主实在太不公平了 拐了个弯 他还是肯定 赞美颜回 安平乐道 周游列国的时候 孔子在框这个地方被追杀 石神淘的淘 散的散 颜回没跟上孔子 后来两人重逢了 孔老夫子又是哭又是笑的说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颜回顺着老师的死字 揭腔说 子在 回何敢死 意思是 老师 你还没挂 我哪敢死啊 颜回高度的黑色幽默 更多的 其实是对孔老夫子 生死追随的 如沐之情 这位十四岁就拜孔子为师 二十九岁头发全白 四十岁就去世的好学生 难怪孔老夫子在得知 颜回去世的时候 论语和史记都描写孔子 哭之痛 哭之痛 孔子甚至撕心裂肺的喊着 天丧鱼天丧鱼 没有了颜回 就没有了一波传人 孔子悲痛 这简直就是老天爷 要灭绝我孔秋之道啊 转换一下情绪吧 接着我们来谈谈 言语 载我 子贡 语言表达 外交词力 在周游各国时尤其重要 试想南枪北调各地方言 各国语言 当时既没有Google翻译软体 还得注意 说得得体 说得漂亮 载我子贡 这两位口译一哥 一定有过人的语言天赋吧 载我 就是载鱼 小孔子 29岁 标准的上课一条虫 下课一条龙 课堂里不是睡觉 就是提出古怪的问题 刁难老师 气得孔老夫子 直接骂他 雄无可刁业 腐烂的木头 没办法刁磕 粪土之墙 不可污业 被弄脏的墙边 没有办法涂抹 鱼豫豫 和猪 像斩鱼这样的人 啊 我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 虽然有人认为 孔子最头痛 最不喜欢的弟子 就是斩鱼 可是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斩鱼 以不卑不亨的语言艾术 回答楚王 不仅彰显了孔子出色的人格魅力 还间接向楚王行销孔子的政治理念 他漂亮的完成了外交任务 让自己和老师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同时楚王还因此想重用孔子呢 难怪孔子把宅我放在言语的No.1 至于这位孔门当中最有钱的子贡 他比孔老夫子小31岁 在文语中被提到的次数高达38次 他是经商的高手 也是俐落的外交家 17岁从魏国跨国留学拜孔子为师 司马迁史记里头的众尼弟子列传 其他弟子不过就是几个字或几十个字 最多一百多个字 可是对子贡呢 却浓墨重彩的用了2000多字的大篇幅介绍 一句存鲁乱骑破无强劲而霸欲 描写子贡一神出手 就成功的婉转了五个国家 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命运 至于孔子困于成菜绝良七天 情况危急 身边的弟子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后来也全靠子贡运用口才动用人脉 跑去祖国搬救兵 要不然孔老夫子和其他弟子早就饿死了 子贡的口才真是太漂亮了 我最喜欢他的一则是 当别人都认为你比孔老夫子还贤能的时候 子贡却回答 辟之功强 四之强也极尖 亏见世家之好 我啊 只是像那肩膀高的围墙而已 您在墙外一张望 我家有啥 你全部一目了然了 可是 夫子之强庶任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 我亲爱的孔老师 他可是像台北101 或像杜拜的哈里发塔一样高啊 如果你不从大门走进去 你根本没办法了解里头 有多么美美轮美奂 有多么富丽堂皇 都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当孔子过世 弟子们比照父亲 守丧三年 子贡实在太爱老师了 三年结束 他流连不去 继续加码 为了老师又多守了三年丧 我常想 论语是由孔子弟子 和再传弟子编撰的 该不会就是这位世界首富 这位子贡高徒策划出资的吧 谈到政治 在孔子心目中发亮的政治明星 非染球和记录莫属 燃友记录 多才多艺的燃友 比孔老夫子小了29岁 他又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可是另外一位 和同学们站在一起 活脱脱像个大叔的子录 真的 他只比孔子小9岁 别急着把他从孔门的样族群当中 赶出去好吗 人家追随孔老夫子的时候 可也曾经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孔子30岁的时候想办学 那时候穷小子子鹿也才21岁 他精力旺盛 性格叛逆 根本就是地地道道的蛊惑仔 常常穿成一副非主流的样子 在身上插根羽毛 自以为酷的说 我穿的是熊鸡装 然后一手提剑 就到街上溜达去了 孔子让他卸下这一身的骑装衣服 他找子鹿陪自己 开创教育事业 创业维艰嘛 许多活得靠力气呢 孔子对弟子们大多很客气 对子鹿却常常点名训他 油会辱知之乎 居无欲辱 有一次 孔子谈到为政之道说 碧也正名乎 子鹿直接呛老师 油是哉 子之于也 有这档子是吗 老师你太迂腐了吧 气得孔老夫子直接开骂 也在有也 子鹿你太野蛮太没教养了 然后就说出这般话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新 礼乐不新则刑罚不重 又有一次 子鹿露出肌肉 卖弄的说 老师 子行三年 则谁语 孔子翻了个白眼 马上训他 抱虎平和 死而无回者 无不于也 意思说亲爱的鸡肉男 像你这样遇到老虎 就赤手空拳打 也不知道找把物资冲锋枪 像你这样遇到河流 就直接想把我给背过去 好歹你也找一艘船 或者丢个游泳圈给我吧 我哪敢和你同行啊 尽管子鹿常常被孔子修理 但我私心觉得 弟子群中 孔子最爱的 大概还是子鹿吧 单单是只差九岁 两个人毫无任何代沟 这种共同记忆的交心 就先打趴那一票 儿子辈孙子辈的 秧嫩小师弟了 而且他积极进去 游野兼人 这个兼字是double的意思 人家做一份 我要做两份 我就是非应别人不可 他处事明快 骗言而可以折语 只要听个几句话 我就可以断案了 他信守承诺 此路无诉诺 答应你的 绝不拖延到明天 他对孔子最忠诚 孔子说 自无得由 恶言 不闻于耳 子鹿是孔子最棒的捍卫战士 有子鹿在身边 那些傲慢无礼的人 再也不敢对孔子 说出难听的话了 在身边陪伴最久的弟子 就是子鹿 子鹿大半辈子都跟着孔子 这在弟子群中 是绝无仅有的 子鹿晚年 到魏国做官 魏国贵族 发生了内讧兵变 这位63岁的老先生 不顾安危 挺身入险 被包围夹击 受了重伤 还惦记着老师说的 君子死而惯不免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穿雄姬装的野蛮浪子了 他把自己的帽子 重新端正戴好 就这样苍凉而悲壮的死在别人的兵器下 李记记在当传来子鹿的死讯时 孔夫子忍不住的在中庭放声大哭 再听到子鹿还被剁成了肉酱 孔子又激动的掩面痛哭 孔子让人腹喊 倒掉那些肉酱吧 并且吩咐 从今而后 我再也不要看到肉酱了 三年里 自己的独生子孔李 最得意的门生 言回 和最亲密的伙伴子路 相继过世 你能想象 这位老人家晚年 承受多大的悲痛吗 第二年 孔子也就跟着 与世长词了 放下悲伤 让我们来谈谈文学吧 文学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开启 而政治只是一时的 文学可以跨越时空 影响深远 所以一心想传承 姚舜女汤文武周公之道的孔子 当然非常重视文学 于是最后的压轴 就点出了文学课的高材生 子游和子夏 子游的学问 以礼乐为专长 根据礼记谈公编记载 当时公亲大夫和老百姓 无法决定如何进行礼仪时 子游一句话就算胜止 可见得子游对礼有多么多么专业啊 论语上说 子游在鲁国当个小官 他以礼乐教导百姓 孔子来探班 听到一片贤歌之声 就说歌姬焉用牛刀 子游满脸正惊回答 老师这不就是你教我们的吗 在位的君子学习礼乐就能够爱人行道 小老百姓学习礼乐就能够遵行礼法啊 吓得孔老夫子赶紧说 I'm joking I'm joking Yes 你说的对 其实孔老夫子这句戏言 一方面是万喜子游大财小用 一方面也是对他能够施行礼乐 感到高兴呢 几乎可以叫孔子爷爷的子游 和孔子差了四十五岁 他是七十二弟子当中 唯一来自南方的 学成之后回去南方传扬礼乐 被称为南方夫子 至于只比子游大一岁的子夏 他是个好奇宝宝 有事没事就黏着老师问诗经 问易经请教礼乐 还问老师 为什么官居成为诗经的第一首诗 在孔子的带领下 子夏走进了一条又深又广的文化长廊 孔子去世后 他继承老师的衣钵 继续讲学 传授五经 并且做出注释 子夏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佼佼者 他成为孔门中 对学术界影响深远的 重要人物 这位对学生 对教育 对人士 怀抱满满热情的孔子 冥冥知其不可而为之 还带着一大群学生 为他们的前途找出路 为世界各国找希望 14年来 跌跌撞撞 冷风暖雨 73岁的他 晚年回望 多少年轻的生命 从意气风发 到风霜满面 这些曾经陪伴他同甘共苦的身影 都不在身边了 这位真诚的梦想家 他的一生 平添了好多悲剧的意味啊 人生最后 想起这些精彩可爱的学生 我想 孔老夫子内心 终究 还是快乐的吧 下一世 我们要谈的是 乱世轻音与雷鸣 我们后会有期